柳如烟这一块冰被我捂了四年 本以为终于消融 却在我得了绝症时 决然去寻找当时的青梅 在剩下不到半年的生命里 我始终扮演着柳如烟的好丈夫 一直到我去世 而柳如烟在看完我留下的日记后 彻底崩溃 拿到那张薄薄的诊断书时 我站在医院的门口 刚想给柳如烟打电话 联系人的界面被我点进去又推出来 她的电话先跳了出来 对面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清 换我名字时却放柔了些 浩浩 我今天晚上有点事 不回来吃饭了 可能晚上回来 你夜晚早点睡 所有的话被堵在喉咙里 好一如既往的简短 那边传来盲音 我却保持着接电话的姿势 天边残阳如雪 我和柳如烟结婚四年了 而我喜欢她 有快十年了 我运气好 柳如烟被家里催得紧 到处相亲 正好遇上我外形条件都还行 就商量着直接把证领了 柳如烟需要一个丈夫 我正好合适 她是个性子很冷的人 不爱说话 情绪不外露 也总没什么表情 我捂了这快冰四年 终于等到冰雪为我消融 我们开始变得像一对正常夫妻 生活在柴米油盐里 一点点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 只是现在 这个还没持续多久的美梦 就要被打破了 就在今天 医生说我确诊了一线爱 我还知道 今天是她的青梅 苏唐回来的日子 所以 她忙着挂掉我的电话 去见她心心念念的人 我没有吃饭 在客厅等了她很久 一直等到夜色渐深 客厅的门开了 我也从昏尘睡意中被惊醒 柳如烟小心地关上了门 脚步也放轻 客厅灯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们四目相对 她也只是愣了一下 随即眉头微醋 怎么还没睡 在客厅不小心睡着了 我看着她笑 刚刚听见声音就醒了 柳如烟按了一声 面色平静 我上前去接过她的外套 淡淡古龙的香味直钻入我的鼻子 令人作呕 这是苏唐最喜欢的古龙香水 在我确诊绝症的这一天 我的老公开车去接了她回国的青梅 我应该要开口问她的 可我只是张了张嘴 什么也没有说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我仍旧起得早 像往常一样去给柳如烟做早餐 柳如烟有胃病 严重的时候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我就一直陪着她 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说她找了个好老公 柳如烟坐在病床上 容色圈带 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并无波澜 病房里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 她又开口 找个护工也是一样的 我消水果的动作一顿 本来完整的果皮断开 她察觉 又补上一句 你也不必这么辛苦 不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 可人总会觉得 亲力亲为会好过假他人之手 对自己喜欢的人 总比别人上心 哪里不一样 我看着她笑 没头没脑地给出一个不相关的回答 你是我的老婆 她的胃病没根治 出院后 我总想着给她养胃 柳如烟是工作狂 经常忙起来就忘记吃饭 我早上起来就给她做早餐 有时候得空了就去她公司给她送饭 偶尔忙 我就在饭点的时候提醒她 一晃两三年 好多事就成了习惯 比如早起 今天柳如烟起得比平日早 我没来得及给她整理凌乱的长发 就见她拿着桌上的饭盒 急急往外赶 出门时她脚步顿了顿 回头看着站在客厅里的我 面无表情的脸上落了一点暖意 像心血出镜 我出门了 浩浩路上小心 像之前无数个早晨 中午去给柳如烟送饭 也不过是我临时起义 我没和柳如烟说 公司前台的小妹也认识我 打了个招呼 就让我上去了 我来过柳如烟公司很多次 她也大大方方地 把我介绍给所有人 这位是我丈夫这个称呼 带着点上个世纪的古老气息 却又让人无端联想起 那时候不渝的情谊 我也恍惚以为 我们能够一辈子这样走下去 可生活总是爱开玩笑的 先赐你美貌 再把她打碎 让你在一地狼藉中 窥见她本来猙獰的面目 比如现在 我看见我的妻子 正在和她久别重逢的青梅交谈 她手里拿着的 是我给柳如烟放早餐的饭盒 苏唐好像一直没变 还是以前大学时的模样 俊美的样貌 笑起来时就像五海右脚下的梦 谢谢了刘总 早餐很好吃 没事 柳如烟接过饭盒 陆唐还想再说什么 目光却忽然瞟到了 站在不远处的我 她一下子变得惊喜 眼睛弯得像月盐 浩浩好久不见 她冲着我快不过来 想抓我的手 却在发现我手里的饭盒后 愣了一下 你来给柳如烟送饭 早上的早饭 也是你做给她的吧 抱歉呀 我实在是有点低血糖 柳如烟就让我吃了早 早知道原来是你给柳如烟准备的 我就不吃了酥糖 不好意思地冲着我笑 不过我还想夸一句 浩浩你的手艺真好 当然好 柳如烟味不好 嘴巴也刁 我的厨艺是为她一点点练出来的 她知道的我也像她一样小 只是后背藏起那只手 指甲快要刺进肉里 那一刻除了愤怒 我突然觉得好不甘心 抱负的计划 也在那一刻一点点清晰起来 柳如烟不会出轨 哪怕我仍旧对苏唐的出现感到恐慌 我努力扮演着一个合格的丈夫角色 道德感与责任的枷锁 会架在柳如烟身上 我不知道最后先扛不住的会是她 还是我 晚上回来时 她给我带了礼物 蓝色的手表在灯光下璀璨独目 精巧的设计一看就价值不菲 很漂亮 但我并不喜欢我很少戴手表 只有陪着柳如烟去参加饭局的时候 才会戴上显得隆重 柳如烟不善言辞 我知道这个礼物 无非是 她对今早发生的事情的道歉与弥补 还是笑着收下了 柳如烟神色稍有缓和 我不知道她是为我不计较 还是为我不生苏唐的气 我把盒子随手放进抽屉里 自己先她上了床 却一直没有睡着 等到她回到房间 在我身边躺下 熟悉的骨龙味清晰而来 羽然从身后小心翼翼地钻入我怀中 属于他人的温度 透过薄薄的衣料向我倾斜 我闭上眼 呼吸均匀 一直到身前的人熟睡 我却全无睡意 上腹部的不适感愈发重了 我睁开眼 月光透过窗户落了一地银柏 我看了好久好久 久到世界寂静的像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似乎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 我快要死了 早上送柳如烟出门 手机的日历推送了一条消息 我匆匆瞥了一眼 才记起今天是去看妈妈的日子 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她不爱我妈 早就和别人按通款区 生下来的女儿比我还大 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养家糊口 所以我发誓要好好读书 只是我运气不好 成了小团体霸凌的目标 哪怕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或许只是我的穿着 让他们看不顺眼了 又或许只是我某天说的一句话 让他们记恨了 我不敢和我妈说 老师也管不住他们 我越反抗 他们越是变本加厉 被好多人围住的那天 我其实存了些玉石巨坟的性子 包里砖头粗糙的触感 让我心头烧鞍 猥琐的男生轻蔑的目光 落在我的脸上 下一秒就要宣布对我的审判 然后柳如烟出现了 她很聪明 知道事情不会只发生一次 她有意识地维护我 帮我挡下了那些人 卷土重来的心思 我平平安安地度过了 三年的初中时光 所以才让我义无反顾地 追在她身后 考上了和她一样的大学 成为了更好的人 可是我晚了一步 就像柳如烟是我的光一样 她也曾遇到过她的光 苏唐也是我同父一母的姐姐 我给妈妈带了点东西 如今她有了新的家庭 我在这里坐了十几分钟 和她简单聊了几句 礼貌地到了别打车回去 走到小区门口 离得远远的 我就又看见他们了 苏唐和柳如烟并肩而行 不知道讲到了什么 我瞧见我 素来冷淡的老公弯了唇角 眼角的笑意柔软 我愣在原地 见他们说笑 草丛后面忽然窜出来 一只脏脏的小狗 对着苏唐叫了两声 两人停了下来 苏唐想去摸她 小狗吼叫着往她腿上扑 吓得她直往柳如烟怀里钻 柳如烟扶了她一把 手落在她腰间 又快速松开 侧头时 恰好瞧见站在那里 我的反应比她还快 浩浩 我默默地走过去 苏唐刚要说些什么 我抢她一步 弯腰抱起地上 那只脏脏的狗 小狗好像也被吓到了 往我怀里钻 但也不挣扎 柳如烟 我看着她笑 我要养她 气氛一下子冷下来 我只是笑着重复了一遍 我要养她 柳如烟陪我去了宠物医院 给狗狗做了检查 才发现她身上的毛病很多 骨头裂了 腹部有划痕 还有数不清的小毛病 但她很乖 让医生检查 也不吵不闹 只是安安静静地趴着 柳如烟看着我欲言又止 一直到检查完回家 她也什么都没说 狗狗放在医院住院了 我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小浩 到家时 我们之间的气氛骤然僵硬 柳如烟不开口 我也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我们俩都进了卧室 橙色的暖光灯 一下子将房间变得很温馨 我坐在床上 看见柳如烟穿着睡衣进来 暖洋洋的光落在她身上 衬托得她妩媚妖娆 她情绪不外露 偶尔我见她笑 也只是唇角微微扬起 像昙花一现 很快又消失 我不知柳如烟对我有多少感情 这么些年 我以为她多少也有些心动 只是这些想法在苏唐回来后 立马显得很可笑 柳如烟我忽然唤她 她抬眸看我 神色无辜又冷漠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什么话 她说 我是你的丈夫 你会一辈子对我好 我看着她笑 柳如烟却忽然脸眸 声音淡淡 怎么忽然问这个 没什么 忽然想起来上腹部 隐隐约约的疼痛袭来 腰间的痛感在夜晚加剧 脑中神经一跳一跳 像是被拧紧的弦 会得 她回答的那瞬间 房间的灯一下子熄灭 炽热的气息随即落在她的脸颊 轻轻落下一吻 晚安 如烟深夜前 我抱着的人 呼吸渐渐趋于平缓 我小心地与她面对面 然后借着月光一寸一寸 描摹她的容颜 从眉骨到下巴 柳如烟不会出轨 但她处处都会念着苏唐 我忽然就想知道 我死之后 柳如烟如果回想起现在 她会是什么心情 从医院出来那天 我想了好多好多 最后又全部在脑海里 打结成一团乱糟糟的毛线球 最先冒出来的一个想法 是我死了 柳如烟要怎么办 她总要在家的 我那时候想 苏唐离婚了 她死了老婆 两个人走到一起也没关系 但绝对不是现在 所以我反悔了 第一次遇见苏唐 是在十岁生日 那年我妈难得空出一天 陪我去餐厅吃饭 那家餐厅很高档 里面的菜品都价格不菲 妈妈指点了几样 坐在我们不远处的是一家人 三个人欢声笑语 而我和我妈则显得有些沉默 那个桌上的男孩子一直在笑 穿着帅气的西服 还带着一个会发光的王冠 她的爸爸坐在她对面 一直不停地给她拍照 直到她爸爸起身去厕所 熟悉的侧脸 让我手中的叉子 直接砸落在桌上 我妈注意到了我的异样 顺着眼神看过去 又平淡地回眸 要过去打个招呼吗 她平静地问我 怎么说她也是你爸爸 爸爸回座位的时候 小男孩笑着跑过去接她 被她一下抱住举起来 两人脸上的笑容都异常灿烂 我摇了摇头 我记忆里的爸爸很模糊 因为他从来不曾亲近我 偶尔我想和他洗脑 也被他冷冰冰地训斥 割裂的父亲形象 曾经让我困惑过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我才明白 他只是不爱我而已 所有那些在我看来 遥不可及的东西 对苏唐来说 都是唾手可得之物 我还是假装一无所知的 对柳如烟好 偶尔闻到他衣服上 淡淡的鼓风香水味 有时看到苏念的朋友圈派的图片里 总有柳如烟的一点影子 隐晖又明显 我每条都停留很久 然后再给他点个爱心 但我从不说 就像以前一样 维持着表面的平和 却隐隐约约地透出 几分山雨欲来的意思 比起之前 我辞了职 家里多了的小号 还有我又捡起了写日记的习惯 每天写记录 每天无聊的日常 和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开始整晚整晚睡不着 腹部总是顿顿地痛 每天喋喋不休地 缠着柳如烟做饭 只是到自己吃饭时 我盯着桌上的菜看很久 却没有了吃下去的欲望 在去看我妈时 我们照旧 只是聊了十几分钟的天 临走时 趁着她不注意 我将贴着密码的银行卡 塞进桌上的一本书里 里面是我大半的积蓄 这是最后一次来看她了 她送我到家门口 目光落在我脸上 又添上一句 注意身体 谢谢你也是 我笑了笑 我妈会过得很好 她不爱爸爸 也不爱我 但她还是负起了母亲的责任 将我健康地抚养长大 后来大抵是报应 我爸破产了 但是我妈的福气来了 她嫁给了她喜欢的人 生下了弟弟 一家三口很和睦 柳如烟晚上回来的走 我做好饭时 她正好回来 菜肴在桌上冒着热气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一起吃饭了 从酥糖回来 她就变得越来越忙 柳如烟教养很好 食不言请不语 从前我觉得 两个人就这样坐着 不说话就很美好 柳如烟慢条丝里地夹着菜 我简单吃了两口 就再没有胃口 腹部又开始隐隐作痛 恰好小浩从楼上下来 一下钻进餐桌下 我放下碗筷 柳如烟 你看我一眼 她看过来 我解释说我去给小浩弄点狗粮 小浩的房间在二楼 是我把原来的杂物间收拾出来 给她做的窝 碗里的狗粮已经一点不剩 我添了点 小浩摇着尾巴闷头吃 我在旁边看着 心情好了点 腹部的疼痛陡然加剧 喉咙涌上一股心田 我用手捂住嘴巴 在拿开时 上面鲜红的血刺得我眼睛发痛 小浩忽然停了嘴 扭头扑到我脚边冲着我叫 我扯了张纸 将血擦去 又揉成一团 丢进垃圾桶 蹲下身子 狠狠露了一把她的狗头 我没事 她又叫了两声 饭也不吃了 就往我身上扑 我把她抱起来 她就不叫了 一个劲地蹭我 房间的门框被人扣响 柳如烟站在门边看着我俩 温声道 先吃饭 浩浩 我实在没胃口 强撑着吃碗 柳如烟去厨房洗碗等她出来 见我在沙发上抱着小浩玩 便坐在我边上 浩浩 我最近忙 过段时间闲下来了 我陪你去海岛 好不好 我揉了揉小浩的耳朵 硬邦邦的道 好喝柳如烟去海岛度假 一直在我的愿望清单上 从前我们之间太陌生 领了证之后也没有度蜜月 只是照常生活 上班下班 后来关系好了 我便一直想着 能够和柳如烟去一次海岛 就当作迟来的蜜月 我没有把这点小心思告诉柳如烟 只是和她提了几次去玩 可工作狂的荡棋排得太满 只能一推再推 如今到时她提起来了 余光瞥见她在看我 凤眼微弯 我假装没看见 她又开口 下周三有个晚宴 你那天有空吗 陪我一起去 我动作一致 又迅速恢复平静 我不去了柳如烟也没多问 只是点点头 我的目光一直落在小浩身上 再没有管柳如烟 苏唐刚回国 人脉圈子小 这么好的机会 她不会错过的 如果她和柳如烟开口请求 柳如烟也不会不管她 趴在腿上的小浩哼了两声 我摸了摸她的头 只是柳如烟可能不会想到 我会出现在她背着我和苏唐参加的宴会上 我还是来了 宴会上灯光璀璨 西装革履的男人与金簪玉尔的女人 在厅中不断隐没 宫愁交错 兵主尽欢 而我站在最边缘 格格不入 修向一个闯入者 柳如烟很好找 我在她身后追了十几年 无数次从人群中搜寻她的身影 她穿着剪裁得体的长裙 长身鹤唳 她身边挽着手的男子 穿着一身黑色西服 是苏唐 看他们穿梭在名利场谈笑风生 像天造地设的一对 别人哪怕早就料到这样的场景 亲眼见到时 仍旧像是被人重重甩了一巴掌 心脏剧烈跳动 不安的疼痛紧紧包裹 又不断收紧 疼得像是要炸裂开来 脑海中的线再次散成一团乱麻 额角轻轻一下一下跳动 可我什么也没做 只是站在这看着他们挽着手 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 我看见有人朝着柳如烟走过去 拍了拍她的肩膀 向她指了指我的方向 柳如烟偏头看过来 我没有穿精致的西服 也已经很瘦了 我很久不敢照镜子 怕看见愈发突出的颧骨 和隐隐透露出骷髅面向的自己 知道她看见我了 因为她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很难看 隔着攒动的人群 我们就这样遥遥相望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笑也没有哭 看到她变了脸色 挣脱苏唐的手要过来找我 隔着人群 她的步伐显得艰难 我却忽然冲她笑 然后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 到家时我直奔自己原来的房间 脑海中乱成一团的线相互纠缠 怎么也解不开 心脏处的藤腕反而越缠越紧 好像下一秒就要爆裂开来 我终于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书桌上所有的东西被我扫落在地 砸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还不够 摆在架子上的书被我疯狂地撕扯着 纷纷扬扬的纸片散落在地上 像一场不合十一的雪 还不够 架子上摆着的小摆件 比如柳如烟出差给我带的精致的工艺品 还有我和她一起拼的积木 破坏玉与暴虐交织 情感冲动在脑中耀武扬威 地上一片狼藉 混乱了就像我残破不堪的生活 等我回过神来 剪刀已经抵上了手臂 而小浩正在我的腿边疯狂叫喊 小狗的叫声尖利又急促 见我垂眸看她 她安静下来张开嘴巴 露出一个傻呵呵的笑 手中的剪刀砸落在地 小浩赶紧朝我身上扑 一边扑一边叫 我漠然地将她捞进怀里 她便用毛茸茸的头使劲蹭我 小小的身体温热一片 我抱着她忽然就掉了泪 所有冲动退去 破坏带给我的并不是满足 只在我心底留下一个 深不见底的黑洞 如此折磨 柳如烟回家时 我已经把房间都收拾好了 她想和我说话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笑 我知道她想解释 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陪了她四年 和她在名利场中周旋 柳如烟不善言辞 但条理清晰 所有话从她嘴里说出来 都冷冰冰的 是我一点点教她如何处事 如何和那些老油条打交道 她如今在这种场合游刃有余 只是出了这种立场时 仍旧细子入化 从前觉得她什么样我都爱 现在想来 或许不过是和我没什么话说 我笑着开口 将她所有的话都读了回去 没关系 我知道苏唐刚刚回国 没有人卖圈子 你想帮帮她 就带她去了 晚宴柳如烟的脸色变了变 没关系 我看着她 声音温柔 我不介意柳如烟看着我 不说话 四目相对 我始终温柔地望着她 好半天她终于错开眼 却忽然抱住了我 搂得很紧 像是要将我 嵌进她身体里 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与人温热的呼吸 落在我的耳畔 好好 你受了我笑了笑 没有回答 淡淡的鼓龙香水未萦绕 我硬生生克制住了自己想吐的欲望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照例送她去上班 本以为她要走 柳如烟却忽然在客厅停了脚步 好好 她温声道 我忘记整理头发了 我有些无奈 上楼随手给她 拿了根皮筋递给她 柳如烟没有接 低下头 好好 你帮我盘头发 我一眼帮她盘好头发 柳如烟低着头 乖乖地弯着腰 却忽然被人禁锢住 往前带着羽人贴在一块 我抬头看她 柳如烟所有的话都被读了回去 唇上一片温热 柳如烟扶着我的腰 闻得很凶 攻城掠地 像是撕破了伪装的手 带着凶狠的欲望 分开时 羽人的眼尾晕晕出一片薄红 我看着她 没有说话 柳如烟又在我额头上落下一吻 唇角微扬 我走了 浩浩我笑着道别 我约了苏唐 时间定在上午十点 我如约而至 在咖啡厅里又等了她半个小时 她才姗姗来迟 苏唐很帅气 早年爸爸没破产时 养尊处优 后来爸爸破产了 她命好 娶了她杨媳妇 如今离婚回国了 又有柳如烟处处帮她 多幸运 苏唐在我对面坐下 帅气惊人 而我眼下黑眼圈浓重 消瘦 气色极差 浩浩 怎么突然约我出来 我们之间的交集算不上多深厚 顶多算是同校校友 也不知她怎么能这么清静地喊我 桌上点的果茶 我一口没喝 冰凉的触感让我理智回笼 你已经点好了呀 苏唐的眼神落在桌上 又笑着换了服务生 一杯冰美食末了 撑着下巴看着我笑 你家如烟也爱喝冰美食 我原来不爱喝 最近倒是喜欢上了我抿了一口果茶 没有接她的话 苏唐的笑容乖绝又无辜 一开始告诉我 她离婚的人是她 回国后迫不及待的 要抢我老婆的人 也是她 果茶的香味散尽后 嘴中只空流苦味 苏唐的冰美食还没有上 她的目光一直放在我身上 见我抬眸看她 嘴角笑一加深 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家 突兀又响亮的声音 在大厅传开 当两座着的客人 伸长了脖子 往我们这边飘食 我抬手给了苏唐一巴掌 她的脸偏向一边 白皙的脸颊上 晕开一片红 像是被我突然的巴掌打猛了 她捂着脸转头看我 我不想听她喊我名字 一巴掌当然不够解气 我拿起桌上的果茶 举在她头上 果茶一下浇了她满头 深色的液体顺着她的头发落下 滴滴答答打在桌面 还有部分在她白色的衬衫上晕开 杯底的柠檬桃子 粘在她的头发和衣服上 看上去滑稽又可笑 她愣了一下 咖啡厅里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我们 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她忽然红了眼眶 渲然欲气 惹人怜爱 浩浩 你这是做什么 苏唐试图用委屈的语气质问我 我冷冷地打断她的表演 苏唐 你自己知道 别在我面前耍什么把戏 她眼中泪光闪闪 半落不落 你回来就是为了柳如烟 你知道柳如烟会对你好 你想把她抢过去 对不对 我看着她 声音平静 她的脸色煞白一瞬 又立马冷静下来 拿出纸巾慢慢擦去脸上的污渍 是啊 苏唐看着我 慢慢勾起一抹 是在必得的笑容 浩浩 感情的事情抢求不来的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了 我看着她 却忽然笑了 你说的对 苏唐 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赌赢了 她就是你的了 我甘心让位 你也不用背上小三的烦恼 苏唐静静地看着我 好啊 柳如烟 你想怎么赌 我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房间写日记 我听见她开门的声音 放下笔 把日记本塞进抽屉 最近柳如烟回来的都很早 有时候晚上也陪着我 一起去留小浩 晚上我坐在床上看书 她忽然凑过来 一下钻入我怀里 我把下巴搁在她头上 跟她一起看我手里 那本狗血言情小说 读到男主给女配撑腰 女配给了女主一个巴掌 女主哭着喊 我才是你的妻子啊 她还在我腰间的手 收紧了些 我若无其事地翻到 下一页继续看 男主一次次帮着女配 打压女主 女主一次次伤心难过 最后狠下决心离开男主 男主幡然悔悟 立马开始追妻 兜兜转转 两人最终又走到一起 皆大欢喜 我们把书看完 已经到了半夜 我喊了她一声 如烟恩她嘀嘀地应下 房间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 安静到我能听见她的心跳声 好好 她将头埋在我肩上 隐隐约约透露出几分委屈 你以前不叫我全名的 我忽然有些想笑 柳如烟以前也不叫我好好 只是带着疏离又陌生的态度 礼貌地喊我沈先生 原来我们都变了 我翻了个身 将脸对着她 手也搂上她的腰 笑着换她 如烟她看着我 眼神细细地探究 我每一分的情绪 最后 脸又凑近了些 好好 我从前不知道 柳如烟能表现得这么深情 可如果她真的爱我 又为什么对苏唐那么上心 距离我约苏唐见面 已经过去一周了 结婚纪念日将近 柳如烟年我于鼓掌之间 日记写到第一百天 这天也正好是我们的 结婚纪念日 我之前随口一句 被柳如烟记在心里 早早回了家 一个人在厨房忙了一下午 我带着小皓出去玩了再回来 家里已经被她布置好了 桌上的饭菜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柳如烟站在一边 嘴角擒着笑望向我 眼神柔软 皓皓 欢迎回来玫瑰与音乐 俗套又浪漫 香槟下压着两张机票 日期是后天 我看了眼柳如烟 又看了眼机票 笑起来 墙上的指针指向八点 所有的气氛都很好 直到苏唐的电话打过来 她喊着那个属于他们之间的亲密称呼 小烟 我真的好难受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你过来帮我好不好 浪漫的气氛戛然而止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只是那一眼 我就懂了 好好 抱歉 我把她送到医院就回来 很快的 我只是问了她一句 可以不要去吗 柳如烟看着我 没说话 气氛一下子降到冰点 我看见她唇角笑容消失 又变回四年前 那个柳如烟冷冰冰的 将我是做陌生人的柳如烟 她顿了一下 又向我保证 我马上回来 不会错过结婚纪念日的 我们好像僵持住了 最后我松了口 柳如烟转身往门口走 我就站在客厅看着她的背影 见她回头 我微笑 像之前无数次那样 像一个合格的妻子对待丈夫 我看着她消失在夜色里 音响中的音乐还在流淌 我随手将香槟砸在地上 巨大声响过后 客厅里一下失去了所有声音 我转身回了房间 柳如烟今天不会再回来了 我知道苏唐赌赢了 可我也没输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门反锁住 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 翻到最新的一页 最后一页落笔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很艰难 脑海中的所有事情再次散乱 像无法解开的烂马 脑袋和心脏处 都像是被人用刀划开 我忽然觉得好冷 像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寒意 握笔的手有些颤抖 可我还是一笔一画地写下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柳如烟给我下了厨 还布置了家里 她还准备带我去海岛玩 但是一时还没有开始 苏唐的电话打过来了 柳如烟去找苏唐了 她把我丢下了 我再也去不了海岛了 再见 柳如烟眼泪滴落在纸上 晕开一片墨迹 可我却没有半点悲伤的情绪 掉落的眼泪是疼痛带来的 我是靠爱活着的 别人的爱和自己的爱 因为没有人爱我 我就只靠着对柳如烟的爱支撑着 我曾经那么那么爱柳如烟 这满腔赤城被消耗光之后 我就只剩下蹊跷了 就像蜡烛烧到了尽头 活不长久的 我对柳如烟的最后一点爱 也在今天全部消散了 最后一个字落笔 我坐在桌前开怀大笑 笑得畅快 我的戏份到今天结束了 为什么瞒着柳如烟 为什么要一直假装 对他们的苟且视而不见 为什么给机会给苏唐 我送给苏唐的 不是攀上枝头的藤腕 而是锋利又尖锐的刀 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 柳如烟不爱我也没关系 但他这辈子都忘不了我 他对我有愧 我要让他内疚 让他悔悍 我要让他看着这本日记 让他一遍遍体会我的心情 让他一辈子都在回想 他的丈夫身患绝症 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 他究竟是怎样一点点 将他推向一个更绝望的深渊 这场荒谬的舞台剧 由我的死亡推动高潮 接下来 轮到柳如烟和苏唐了 坚硬的安眠药药片堵在喉咙 掐得我难受 只靠着吞咽的动作将他们全部吞进肚子里 摆在台面上的不只有我的日记 还有精心为他编写的食谱 他的胃不好 嘴又刁 这四年 我一点点琢磨出来的和他的口味 也是我送他的一份大礼 我安静地躺在床上 双手交叠 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房间里很安静 直到门外传来一声狗叫 有重物不断地扑到门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而我看着天花板 对这一切都置之不理 小号还在叫 睡意却开始占据我的大脑 意识逐渐消失 柳如烟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 就好像自己马上要拾去最重要的东西 也像那天宴会厅里 他看着站在远处的神号 他的脸色苍白 身心受窗 就好像下一秒要离开他一样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在叫嚣 抓住他 不要让他离开 可他还是走了 巨大的心慌笼罩着他 甚至忘记了自己参加宴会的目的 心不在焉地待了一个多小时候 他赶紧回了家 他以为沈浩会生气 会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可沈浩没有 他只是坐在沙发上冲他笑 然后用一种堪称温柔的语气 给他结了围 患得患失的情绪没有得到安抚 反而愈演愈烈 没关系的 柳如烟安慰自己 沈浩很爱他 他一直知道沈浩爱他 因为他从来直白热烈又吃成 他知道沈浩会包容他 会原谅他 所以当苏唐的电话打过来 带着哭腔 喊着那个曾经熟悉的称谓时 他才会答应下来 沈浩会理解他的 他把苏唐送去医院 挂上了点滴 准备离开的时候 苏唐却忽然拉住他的袖子 小妍 你在这里陪陪我 好吗 柳如烟想拒绝他 他答应了沈浩 不会耽误结婚纪念日 可苏唐就这么含着眼泪看着他 身体单薄 微微发抖 又是晚上 他还是心软了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客厅的灯没有关 在江亮微亮的天色里露出一点暖色 柳如烟加快步伐 想快点回去见到沈浩 他食言了 可是卧室里并没有沈浩的身影 书房也没有 他曾经一个人住的房间也没有 到处都没有 餐桌上的饭菜已经全部冷了 却没有被动过一口 客厅的一角摆着音响的残骸 是被人用力摔在地上的 家里只是少了几件沈浩的衣服 柳如烟以为沈浩不过是赌气去旅游了 没关系 等他气消了就好 等他过几天回来 再和他道歉 和他说明情况 可是等了几天 沈浩却一直没有回来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 沈浩的手机关了机 同事说他三个月前就辞职了 他的妈妈说有一个月没有见他了 麻烦您转告他一声 有时间了把银行卡拿回去吧 我不用他的钱 他自己收着就好了中年女人的态度 礼貌又疏离 柳如烟似乎 不才从中品出一丝不对劲来 恐慌卷土重来 甚至比之前更甚 像是短暂退去后又掀起一场巨浪 柳如烟开始查沈浩的行踪 查他这些天的社交 还查了行车记录仪 沈浩这些天的日子似乎过得很简单 早晨出门 早晨出门在外面逛逛买菜 中午回来吃饭 下午又带小浩出去玩 如此日复一日 只是有时会开着车去医院 柳如烟不是傻子 一系列的行为串联起来 答案呼之欲出 他夜晚偶然惊醒时 看见他靠在床头 望着窗外 却无半分睡意 他抱着他时 能感受到日渐轻瘦的身体 还有餐桌上日渐沉默的气氛 和他紧锁的眉 柳如烟不幸 因为他什么都没和他说 可他不能不幸 因为他什么都没和他说 柳如烟找了他很久 可沈浩就像消失了一样 怎么也找不到 一个半月后 陌生的电话打到他手上 告诉他沈浩去世了 沈浩死在一座海岛上的疗养院里 柳如烟赶过去的时候 他的骨灰已经被洒进了海里 接待他的是沈浩的护工 年轻的女人对他的态度冷漠 在沈浩居住的房间里 他将三本笔记递给了他 这是沈先生的日记 和一些其他的记录 女人顿了顿 又说 浩哥本来要我烧掉的 但我觉得宋先生应该看看 临走时他又看了柳如烟一眼 眼里是藏不住的冰冷 柳如烟在房间里 静静地坐了一下午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帘 室内都暖洋洋的 可是他坐在这里 却感到一种像被人 扼住喉咙的窒息 一直到半夜 他翻开了沈浩的日记 那些被他刻意忽视的细节 那些潜藏在暗处的血泪 所有他一个人吞下去的苦痛 丝丝屡屡支撑一张锋利的网 将他的心脏滑得智力破碎 22年5月17日 医生说我确诊了一线癌 他看我的眼神带点怜悯 其实他说的话 好多我都没有听进去 反正就是治不好了 医生让我尽早住院治疗 我不想 我不喜欢医院冷冰冰的墙 无处不在的消毒水位 和沉闷的气氛 也没有人陪着我 我想打电话给如燕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怎么说呢 难道要告诉他我快死了 还是不说了 可是如燕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说今晚有事 晚点回来 我忽然就想起来 今天苏唐要回来了 如燕去接他了吗 22年5月18日 去公司给如燕送饭 遇到苏唐了 他还和以前一样帅气 早上给如燕做的饭被他吃了 我很生气 可后来我想通了 我给了如燕的就是他的了 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22年5月21日 去见妈妈了 他过得很好 我本来想告诉他的 想了想又觉得没必要 妈妈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我不应该打扰他 回来时碰见了如燕和苏陶 还有一只小狗 我想养他 话出口的瞬间 我就看见如燕的脸色变了 可我就是要养他 他叫小浩 22年5月22日 昨晚睡前我问如燕 他说的话还算数吗 他说算 要是我傻一点就好了 我就不会看出他的多情 傻如燕 辜负真心的人 要吞一千根银针 22年5月25日 我在朋友圈里刷到如燕了 他出现在苏唐发的照片里 一场青年才俊的饭局 左下角露出他的小半张脸 他的配文是 有个商界大佬当朋友真好啊 我也觉得很好 于是给他点了一个赞 22年5月28日 小浩到家也有几天了 我在网上给他买的用品也到了 柳如燕回来时 我让他帮忙拿一下小浩的快递 他答应了 但转身去了书房 他会记得的吧 22年6月1日 儿童节 我带小浩出去玩了一天 回来时路过驿站 我自己进去拿了快递 小浩的房间在二楼 我没有等柳如燕回来 22年6月7日 我的睡眠质量好差 还总是睡不着 白天带小浩出去玩 路过一家蛋糕店 我想起自己很久没有吃甜点了 买了一盒提拉米苏 可带回家后 我忽然又没有胃口了 以前我明明很喜欢吃的 可现在看着黏你的奶油 我却只觉得恶心 22年6月19日 柳如燕好像越来越忙了 总是告诉我晚上不用等他了 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去之后 却频繁地出现在苏唐的朋友圈里 我偶尔也会羡慕苏唐 小时候爸爸爱他 长大了老婆爱他 离婚了我的妻子也爱他 可我好像什么也没有 22年6月25日 我彻底失眠了 整夜整夜的清醒和愈演愈烈的病痛 站着也痛 坐着也痛 躺着也痛 很痛很痛 镜子里的人气色差到极点 脸色阴阴有蜡黄的趋势 22年6月30日 柳如燕回来吃晚饭了 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好好吃饭了 逼着自己吃了一口进去 又会被吐出来 索性就只吃一点 我借口去得小号喂饭 然后吐血了 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男主角身患绝症 咳嗽着吐出一口鲜血 男主角的待遇我没有 男主角的病是真的得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是吐口血而已 比起病痛与失眠 吐血竟也显得无关痛痒了 22年7月5日 柳如燕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晚宴 我说不去了 我很久没照镜子了 夜里睡不好 吃不下东西 早上刷牙时偶然抬眸 镜中的人有些陌生 两颊消瘦 颧骨微微突出 眼下清黑 唇色泛白 好像一下苍老了许多 可我明明不过二十几 风华正冒的年纪 越到最后会越严重 消瘦黄豆 腹痛 神经衰弱如影随形 折磨着我 失去死亡 我不要死得那么难看 22年7月11日 我失言了 我还是去了宴会 柳如燕和苏唐很般配 如果不是疯了 这个念头也不会再看到 他们的第一眼就冒出来 后来柳如燕看见我了 他要过来找我 我却跑了 我发现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如果不是小浩在身边 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 22年7月22日 放在房间里的剪刀沾了血 回神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手臂破了一个口子 赶紧包扎好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准备明天去医院开点安眠药 22年7月30日 躺在床上差点痛晕过去 第一次回来时 看见小浩在床边舔我的手 我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拿了手机想刷一下朋友圈 打开就见苏唐去了海边九宫阁的风景很漂亮 在最后一张 我看见了柳如燕的一只手 上面还带着我们的婚件 22年8月25日 我本来应该死在这一天的 可是小浩不让 他一直叫一直叫 好吵吵得我睡不着 吵得我心里烦 吵得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用最后一点意识 不痛了120 几个小时之后 我就醒过来了 手臂上还挂着水 床前站着一个护士 小浩呢 小浩 是他有片刻愣神 我撑着床檐想要坐起来 身体还不听使唤 护士扶了我一把 我要回家 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我要回家 我固执又不讲理地 重复了一遍 这里没有小浩 我要去找小浩 我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手机里还有柳如燕 发来的消息 我没有看 直接把他拉黑了 门一打开 米白的小狗 立马扑进我的怀里 小浩在我怀里 一直叫 一直蹭 又一直舔我 我抱着他 眼泪忽然就落下来了 所有压抑的情绪爆发 像洪水猛兽 我抱着他 坐在客厅冰冷的地板上 哭了好久 哭到眼睛都肿了 最后 我把脸埋在他身上 用只有我们两个 能听到的声音说 小浩 我们走吧 我想去一个 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只有我和小浩 还有爱不理的 小浩不知道 听没听懂我的话 只是用他的眼睛 认真地看着我 然后 慢慢地 仔仔细细地 蹭掉了我脸上 所有的眼泪 世上无人爱我 但小狗会 小狗会一直爱着 带他回家的那个人 小浩会一直爱沈浩 我连夜赶去了一座海岛 在疗养院里住了下来 海岛的生活 和我期待的一样美好 白天陪着小浩在沙滩上玩 和镇上的人聊天 晚上就在海边散步 我很喜欢海 望无际的波涛 和带着咸味的海风 只要看着大海 心情就能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 我雇了一个护工 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漂亮又能干 帮了几天忙之后 我告诉她 后面可能会更辛苦一点 她瞧着我咳出了鲜血 问我是什么病 一线癌 我随手将擦血的纸丢掉 回复她 丈母娘却一下红了眼眶 我有些慌了神 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女孩子看着我 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浩哥你才二十多岁 她的眼泪落在我的手上 啄得我手发烫 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与孩子容易共情 哪怕我们其实相处才不久 哪怕其实她还并不了解我的身体 可她为我感到的难过与悲伤 都如此真切 我其实并不伤心 因为习惯了 可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握着我的手 哽咽着问我很痛吧 我还是掉眼泪了 病痛早就已经将我折磨得不成样子 从我睁眼 疼痛也与我一同醒来 然后如影随形 我吃不下饭 所有那些曾经的美味 在我看来都如同嚼辣 我不敢吃饭 因为吃完会更痛 痛苦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 失眠导致的神经衰弱 无人倾诉 我只能自己 日复一日地咀嚼着这些痛苦 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小号 小狗不会说话 只是在我难受的时候 围在我身边打转 急得叫唤 我抱着她的时候 她就不叫了 只是安静地舔我的手 很痛我告诉她 这句话像诉苦又像撒娇 本来应该说给爱你的人听 可我找不到人说 我不能和爸爸说 因为她的儿子只有苏唐 我不能和妈妈说 因为妈妈已经是别人的妈妈 我也不能和柳如烟说 因为她在为苏唐谋划着未来 到最后 我却说给了一个 还不太熟悉的人 我没有再去医院治疗 治疗只不过是 让自己在苟延残喘 将痛苦的日子再拉长 我靠着止痛药和安眠药过活 一天天消瘦 偶尔照镜子 里面的人皮肤棕黄 面容枯瘦 完全看不出是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孩 好丑如果生命如迅速枯萎的花 我开始走不动了 赵明每天推着我出去晒晒太阳 看着小浩在草坪上玩 偶尔也让我推着他去海边转转 吹吹海风 小浩不嫌我丑 还总想亲我 我不让他亲了 赵明不再问我病情 只是和我聊天 聊我以前 聊他以前 聊八卦 什么都聊 某天他收拾东西 看见我压在抽屉的婚检报告 惊呼着问我 浩哥 你结婚了呀 对啊 那你的老婆 他说到一半又及时察觉到什么 只是笑了笑 他不知道 不知道我生病了 也不知道我偷偷跑来了这里 你们离婚了 赵明一时嘴快 说完又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巴 没有 那他为什么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话 岔开话题 海岛上的日子过得很快 快乐的生活都是很短暂的 我开始撑不住了 止痛要失去了作用 疼痛已经到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地步 吃不下任何东西 我在房间里藏了一把刀 有时候刀已经放在手外上了 可是看着屋子里熟睡的小浩 活着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一种痛苦 我于心不忍 我很少出门了 可躺着也疼 赵明就来和我聊天 讲到镇上的八卦 他邻居家女儿和男朋友闹分手 每天晚上都在吵架 后来女生在家里割腕闹自杀 逼着男朋友不肯分手 虎脚蛮缠 歇斯底里 我在医院闹了好大一痛 赵明有些唏嘘 场面堪称恐怖 怎么会有人用自己的生命 去挽救爱情 因为曾经爱得太深了 后来就变成了执念 才会耿耿于怀 歇斯底里 我望着他笑 我以前也像他 因为这辈子没有被人爱过 才会一直渴望爱赵明一副惊掉下巴的表情 没看出来浩哥这么温柔 因为我有小浩了 我顿了顿 多去劝劝他吧 绵绵最后总要想开的 他还有机会及时止损 还能够重新开始 可我没有了 我真的撑不住了 我让赵明推我去散步 晚间海边 人已经不多了 我们走走停停 路上很安静 小浩也没有叫他 推我回房的时候 小浩跟着挤了进来 这几天我已经不让他进房间了 他跑到我的床边 想跳上来蹭我 我让赵明把他抱走 他不肯 左躲右闪 又冲他呲牙咧嘴地叫 很凶很凶 小浩我喊了他一声 他又安静下来 眼睛看着我 莫名委屈 我看了赵明一眼 他把他抱起来带走了 门外他又叫了几声 声音渐远 我想起第一次见他 他脏兮兮的 瘦瘦的一个 看上去很可怜 后来医生说 他身上全是毛病 还被人虐待过 要是能早点遇见他就好了 痛到意识涣散 希望下辈子 能够早点带小浩回家 让他做一只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小狗 不用挨厄受冻 也不会被人虐待 我也能早点爱自己 赵明打开门的时候 院子外已经占了一个 瘦高的人影 是浩哥的妻子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身上落了一层霜 见到他时 他露出一个僵硬的笑 像是上了发条的木偶 赵小姐 能麻烦你带我去他长去的地方看看吗 赵明没有说话 他并不喜欢这个人 我对浩哥的婚姻从来讳莫如深 他只能旁敲侧击 问到一点关于感情的事情 他当然好奇 偶然有一天 他帮浩浩姐整理房间时 打落了我放在桌上的笔记本 笔记本掉下来摊开 他承认自己实在好奇 趁着低头去剪的时候 描了一下内容 他打翻的那本日记 是沈浩的暗恋日记 柳如烟的名字 占据了大半的版面 十来岁还是想象力丰富的时候 他结合着浩浩姐平时说的话 拼凑出来一个暗恋多年 和遗憾往事 直到赶来处理浩哥遗物的女人出现 她的手上带着和浩哥同款的婚结 看见他签名时的柳如烟两字 他忽然有些发猛 如果浩哥嫁给了自己 喜欢了这么久的人 又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 跑到这里来慢慢等死 又是什么 让他到死都没有再见自己曾经的爱人 他想不通 但他本能地讨厌这个女人 他拒绝了 可是在早晨开门 就看到他站在院子里的第五天 赵明松口了 柳如烟跟着赵明 去了沈浩常去的地方 有很多人的公园 一个街角的咖啡店 一段环岛路 还有一处海滩 公园是带着小浩去和其他小狗一起玩的 咖啡店他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 环岛路在疗养院附近 不用轮椅时 他本来能走更远 海滩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 他和小浩一起玩累了 一人一狗就围在一起 朝着大海 安静地就像两座雕塑 柳如烟一遍遍低头 一遍遍地设想 五天后 他又敲开了赵明家的门 莫名的胆怯降临 他痴痴地开口 赵小姐 您能和我聊聊浩浩吗 眼前的人却一下变了脸色 握着门把手的手臂在颤抖 两久 他才听见他说 不能对他向来冷脸的女孩情绪激动起来 红了眼睛 刘女士想听什么 听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在病痛里挣扎 听她去世时 截然一身只有一条狗陪在她身边 还是听她死时痛苦不堪 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 沈浩从不喊疼 但赵明能看见她额角的清静于冷汗 她死时赵明没哭 她的骨灰被撒进海里时 赵明没哭 送走小浩时 听说她在别人家不吃不喝 只是缩成小小的一团 赵明没哭 可是陪着一个人 看着她的生命被病魔摧残 看着她一点点枯萎 看着她痛得要死 却还是温柔平和 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变成捧在手里的骨灰 她怎么可能不难受 明明是大好年华 一切却都不可挽回了 赵明的泪水大滴大滴地掉落下来 哭到不能自已 又抬手擦去眼泪 她红着眼 声音冷淡 所以刘女士 她生病难受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柳如烟想 她在赔素堂 柳如烟在岛上待了半个月 她找到了小浩现在的家 她去了好几次 想从那个人手里要回小浩 可那个男人长得一脸凶像 蛮横又不讲理 不管她开多高的架 男人都不理会 甚至拿着扫帚 几次想把她赶出去 她也不肯放弃 就一直去磨 被赶出来第二天再去 拖到七八天 男人忍无可忍 站在门口骂她 骂完又问 一个小土狗 你抽什么疯 非要她 她愣了愣 空气沉默半想 男人不想管她 准备回屋 却忽然听见她说 这是王府的遗物 五大三粗的男人 回头看了她几眼 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屋 柳如烟沉默地站在门口 不过片刻 她又出来 还抱着那只小白狗 男人让我好好照顾小浩 要不然以后再见她 她要怪你了 小浩和她并不亲近 柳如烟带她回家 她的窝和玩具 都在原来的房子里 可小浩却每天都待在 沈浩曾经住的那间屋子 柳如烟知道 因为那里面都是她的气味 小狗将自己缩成一团 埋在枕头上 不吵也不闹 乖得很 日子比起之前 好像没什么变化 柳如烟还是照样上班 下班 吃饭 生活日复一日 只不过是少了沈浩 她是个成年人 饿了会吃饭 渴了会喝水 困了会睡觉 小浩某天早晨 趁着她开门 也溜了出去 一跑就没了影 她急得到处找 最后晚上回来时 看见她蹲在家门口 黑溜溜的眼睛看着她 然后低头叫了两声 柳如烟将她抱起来 搂在怀里 就像以前沈浩抱她的时候 家里没有开灯 天色黑暗中 柳如烟抱着小浩 好久才叹了口气 她才不会怪我 她已经不愿意再见我了 公司的人说刘总变了 不是变得更猛 而是变得更温柔 刘总以前像戏子如镜 也总是冷着一张脸 最近却莫名爱笑 不过是一点小事 她也会温柔地夸上你几句 公司里的人议论纷纷 要是刘总没结婚 那一笑真的要把我魂都带走了 刘总怎么了 被人夺舍了 怎么变了个人一样 与孩子捧着咖啡笑 有没有可能刘总是被她丈夫童话了 刘总的丈夫是个很帅气阳光的男人 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总是笑着 温温柔柔的 他有时候来见到他们也会问好 从来没有什么架子 说起来 浩哥好久没来了 刘如烟路过茶水间 听到的就是这一句话 时间像在这一刻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 刘如烟站在门前 卖步开步 他不会再来了 小浩还是每天都往外跑 下午又在家门口等着刘如烟回来 然后又小跑着上楼 进到沈浩的房间里去 刘如烟忽然好奇 他每天在外面做什么 跟在他身后看着 他绕了一圈路去公园 找到一个沙坑 跑了一回又离开 顺着原路返回 在小区里又转了两圈 然后就回家 蹲在家门口等他回来 刘如烟刚开始不明白 直到某天 公园里有个女孩子摸了摸他 轻声问 小浩 你的哥哥呢 小浩叫了两声 然后又沉默 他忽然知道了 这是沈浩每天带他走的路 沈浩不在了 他还继续走 那天回家 柳如烟跟着小浩 又进了沈浩的房间 小狗钻进书桌底下 雕出来一个空瓶 柳如烟拿着空瓶看了看 上面印着安眠药 他忽然想起那行被画掉的字 我再也去不了海岛了 再见 柳如烟 沈浩死在了这一天 可是小浩救了他 空掉的安眠药瓶 门上的抓痕 未得到回复的短信 和本来要死在那天的沈浩 那些压抑着不发的悲伤 立马化作山红海啸 将他冲垮 悔恨化成一个巨大的怪物 一下将他吞噬 又反复咀嚼 柳如烟瘫坐在地上 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天的细节 像是自虐一般 反复回想 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于有为三天后 终于敲开了自己好友的门 苏唐给柳如烟发的短信 打了电话 他一个没回 无奈之下 才求助到了于有为 于有为站在他家门口 足足敲了有三个小时的门 柳如烟只穿着一件睡衣 上面沾满各种酒渍 开门时把于有为吓了一跳 冲天的酒味熏得他只想吐 好在柳如烟只是看上去邋遢了点 酒味中了点 情绪还是比较稳定 和往常一样冷着一张脸 看上去还是可以沟通的样子 好友一言不发地进了屋 于有为跟在他身后 看清屋内的一瞬间 他差点破口大骂 客厅里摆满了各种酒的空瓶 被人整整齐齐的马放在地上 屋内所有的东西都紧紧有条 除了柳如烟 他坐在沙发上 拿起茶几上一瓶刚喝一半的酒 对着嘴巴仰头就喝 于有为上前一把抢过酒 无色的液体浇了柳如烟一身 他抬眸看了一眼于有为 什么也没说 只是慢吞吞的 又从旁边的箱子里拿出一瓶 准备拧开 柳如烟你疯了吧 现在没死都算命大 你还喝 于有为骂倒 柳如烟的动作顿了顿 然后又开始重复之前的动作 于有为抢过酒 骂人的话只说了两句 就见好友倒在沙发上闭了眼 真他妈疯子 于有为气得大骂 柳如烟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睁眼就看见边上的于有为 他脑袋浑浑噩噩 好像有于有为冲着他叫骂的场景 柳如烟想了一会 只记得自己一直喝 喝不下了就去厕所吐 吐完了就继续喝 可是他一直没醉 于有为放下手机 就见好友正躺在床上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他没什么表情 就更吓人了 于有为心头火大 刚想开口 就被柳如烟打断 浩浩走了 柳如烟声音沙哑 像沙纸摩擦 走了 去哪里了 于有为的脑袋 意识没转过来 柳如烟闭上眼 他生病了 一心癌 什么 于有为一下安静了 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 苏唐给我打电话 说他生病了 让我去看看 他走的时候 沈浩问我能不能不要去 我没回答柳如烟的声音 带着痛苦和悔恨 那天晚上 他一个人在家里 吃了很多安眠药 于有为沉默 他吃了安眠药 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没有人回答 床上的人忽然坐了起来 红着眼 声音晦涩又痛苦 你说他最后送我走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于有为忽然起身 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病房的门 在一声轰响中 再次被关上 屋内只剩下柳如烟一个人 他失魂落魄地 望着雪白的墙 最后气不成声 柳如烟出院后 辞了职 每天陪着小浩 一起走他们走过的路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照着沈浩给他写的师谱 学着做饭 从生疏到熟练 柳如烟试图 模仿沈浩的一切 但无论他如何努力 总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那些细微的情感 和独特的触感 是他永远无法替代的 失眠的夜晚 他开始翻阅 沈浩以前的日记 每一页都充满了他的名字 那些字迹 犹如沈浩的呼吸 温暖而又熟悉 他翻来覆去地看 时而哭泣 时而微笑 原来 沈浩曾经如此 小心翼翼地 喜欢了他这么多年 然而 时间并未因此停滞 小浩 那只忠诚的小狗 也开始了他的衰老 他本是一只流浪狗 身体的各种疾病 让他的寿命并不长 如果沈浩没有带他回家 他可能早已死去 在两年后的冬天 小浩再也无法迈出家门 他每天缩成小小的一团 趴在沈浩的枕头上 仿佛在寻找那份已经消失的温暖 柳如烟也停下了所有的步伐 每天陪伴在他身边 默默地度过每一个日夜 小浩离世的那一天 柳如烟看着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冲着某一处叫了两声 然后露出一个傻傻的笑 尾巴摇摇晃晃 他知道那是沈浩来接他了 那一刻 他仿佛也看到了沈浩的笑容 和温暖的怀抱 日子一天天过去 柳如烟的生活仿佛被无尽的黑暗吞没 他开始回忆起和沈浩的点点滴滴 那些快乐的时光 痛苦的挣扎 以及深深的思念 他知道 自己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最后的时刻 柳如烟想 原来那天沈浩是这种感觉